我常常跟觀眾講 中國文是國學燒魚肉的文 我現在找不到適合的文字來請問他 那我們今天就用最簡單報例的方式來介紹 魚子醬跟松露 有請全台灣最會料理昂貴食材的男人 Kevin 嗨 大家好 我是河洛的Kevin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幾個稀奇的食材 松露跟魚子醬 我們要同時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有松露可以看嘛 一兩顆就好了 來 松露拿過來 我拿過嗎 拿著啊 因為我平常比較無窮啊 都是用一些它的手邊 松露醬 松露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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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用在哪裡 今天我們會有幾個食材 第一個叫做松露鹽 在料理上面我們可以增添一些松露的味道 然後還有鹹度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叫松露醬 松露醬外面就很多了 松露醬的話我們可以拿去做液蓋裡面做燉飯 甚至牛排的牛 也可以加松露醬 松露醬 松露以後我們牛排也配松露醬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松露油 松露油它有很香的松露的味道 可以為我們這個料理之後做一個生天風味的味道 所以它是本來炒菜的 不能炒 但是最後我們這個料理淋上去就可以了 今天料理用得到嗎 當然用得到啊 當然用得到啊 三點四位最大好處就是 有吃有喝 救了 今天我們這個啊 新鮮松露 每一顆啊 是從伊達利佐飛機過來 它是長在素材的 長在土裡 長在土裡的 然後要用什麼去炒 他們有專門的松露獵器 去挖松露的這個人啊 叫做松露獵人 松露到底是屬植物嗎 還是什麼東西 還是地瓜 生松露是可以直接吃的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應該不會直接來起來要直接咬吧 來 你手這樣子 重生出來 等一下 要到什麼程度 你又不喊停喔 我就不會停 啊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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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長得有點像雲片 我還會再加一點松露鹽 直接來就好了 太餵了 不要囉唆了 我們直接進入美食畫面 咻 你看 它根本看不到燉飯啊 這是 地球永遠像最貴的燉飯 通常啊 我們這個 中露跑上去之後 就不會再放裝飾 因為你下面已經放了 兩克拉的鑽石的時候 你旁邊就不需要再放 什麼小碎飯的裝飾 這個就是最好的裝飾 對 爆炸好吃 哇 它有料耶 我以為你會煮飯耶 哇 站在那邊看不出來 好禮貌 好 剛剛吃飽了 兩次真的超爽 你們以為結束了嗎 我還有一個更貴更想吃的食材 浴子醬醬 今天我們會有三個魚子醬啊 那浴子醬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一定要使用叫做 鱘魚的魚卵來去製作浴子醬 那為什麼它很貴 因為現在鱘魚很少 而且它養殖的時間非常久 養殖時間比較短的 可能是六七年 那如果要再久一點的話 比較高級一點的浴子醬 可能要到十八二十年 才有可能會產第一次卵 它們這麼久 它也發行一次的耶 吃得太厲害嗎 這就是為什麼它很貴 然後再來是因為 它需要很乾淨的水源 很乾淨的一個環境 是很好的飾量 才能去產出 很高級的品質的魚子醬 現在已經沒有野生了是不是 我現在沒有野生的魚子醬 都已經被吃完了 可以吃得到魚子醬 海文字牌都是養殖的 就算現在我們找得到野生的鱘魚 也不可以捕捉它了 好 那 吃看看好不好 好 來啊 要怎麼吃啊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啦 這個叫做 貝殼湯匙 這是一種疑似感 貝殼這個材質 它不會對魚子醬的風味產生影響 喔喔喔喔喔 這重點要對 假設用金屬的方式 嗯 魚子醬碰到金屬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不好的味道 喔那剛好不用塑料它比較好 這比較炫富 哪個是最美的 西伯利亞魚子醬 它一盒大概30克的 大概是2,100塊 30克 2,100塊這樣便宜 這算我們可以的啦 再來中間這款 金色蓋子 叫Ossetra 歐塞加嗎 歐塞加嗎 歐塞加 歐塞加 Ossetra 整體的合流比起來應該還好吧 這30塊加起來快破萬了耶 這個的話是 當然比較貴一點 因為這個很特別 因為它是 Beluga跟西伯利亞的魚種 混種去釋養出來的這個魚亂 Beluga是一種魚種 Beluga是一種魚種 傳出來的魚子醬 叫Beluga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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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魚叫做Fushushush 如果你是純的Beluga的話 價錢會非常大 貴 再更貴就更貴 那但是這個品牌啊 它有Beluga的這個特色 但是它價錢不會讓你覺得那麼近的 這條多少錢 便宜啦 才便宜30塊 我看到它這三個加起來真的是要1萬塊耶 我後來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店裡沒有產品這麼高端 我們用的魚子醬是比較 贏價的 其實它一定不能說低端 那那個魚子醬的差異性在哪裡 我現在手上這款叫做黑魚子醬 跟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魚子醬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魚種不一樣 我們叫Lungfish Lungfish的話它是叫原棋魚 原棋魚 這個價錢更親民一點 這個價差大概要到 6到8倍左右 就預算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選擇這樣的產品來去做使用 我特別要介紹這個是因為有很多人在攻擊 這是假魚子醬的 可是我這邊講的 它並不是假的 只是五種不一樣 今天的話我們會用魚子醬來做兩道料理 一個是天使細麵 一個鮭魚 好那 不要囉嗦 盡料理畫面 掰 真的 我真的覺得 他不是開玩笑欸 他做的他超級好吃欸 因為剛剛我看了 沒幹嘛 我根本不會形容 就是 鮮 我常常跟觀眾講 東國文字 國學超粒肉的 我現在找不到適合的文字來切 你好好多說話 它的 肉吃起來很像冰淇淋 我剛剛在去切它的時候 我沒有用力 它就 就下去了 這影片通常是有點嚼勁的 你們大家都吃過嗎 它就是把好像就是用你的 不知道什麼法力之類的 把它全筋斷線 大概就是這樣子 開戰一群 開戰一群